得分榜,蓝板榜,主攻榜,抢断榜,盖茂榜,NBA五大数据榜单见的最多 大家都知道NBA历史得分王是贾巴尔,蓝板王是张弗伦,主攻王是斯托克顿,盖茂王是奥拉朱王,抢断王也是斯托克顿 那么,黑榜,食物榜,NBA历史到底谁才是食物王,最我之人居然是食物王,现意有人想登顶,NBA历史总是物榜单 第十,魔术师约翰日,3506,第九名,保罗皮尔斯,3532,第八名,尤因3537,第七名,奥拉朱王,3667,第六名,伊塞亚托马斯,3682 第二,第五名,勒布朗詹姆斯3966,第四名,杰森基德4003,第三名,科比4010,第二名,斯托克顿,4244 第一名,凯尔马龙,4524,没想到,由他双杀两兄弟,居然占据了食物榜第一 这两兄弟堪称最稳的内外线搭档,两人都是比赛狂漠,生涯缺席寥寥无几,最我之人居然是食物王 令人意外,现意之中,詹姆斯的食物总数,已经来到NBA历史第五 但是,现意想要争当食物王的球员,并非是詹姆斯,NBA历史厂军事物榜单 第六名,詹姆斯,弗朗西斯,哈登3.5 第五名,考辛斯,艾弗森 3.6 第四名,杰弗卢兰德3.7 第三名,约翰沃尔,伊塞亚托马斯,38 第二名,魔术师,约翰逊,3.9 第一名,威少4.0 现意真正想要当食物王的是威少,威少连续两个赛季场军三双 但是,这两个赛季,威少都是联盟食物王 而且食物数据比其他人多得多 这也是威少备受争议的地方 威少个人能力很强,连续两个赛季场军三双 历史第一人,但是,食物和打铁榜 最近两个赛季都是联盟第一 这也是威少被球迷质疑比不上互利和哈登的地方